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 free free 嗚嗚大家好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哲哲郭聰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課 哇塞 美元獨霸 日元泰銖韓還 新台幣春城 投資必修課嘛 很多的亞幣已經要修課了 幣修課 已經快不行了 亞洲金融風暴 將至了嗎 我還記得亞洲金融風暴那時候來的時候 那時候很多人在亞洲 買東西很便宜啊 為什麼 因為等於所有東西 因為他刷卡是用美金付的話 等於所有東西打對責 你懂不懂 他可以馬上用美金花很多錢 那時候很多人開心 在當地旅遊很開心 可是當地人可能就不開心了 所以請教三位達人兼分析師 好不好 亞洲金融風暴會不會再起啊 那時候 哇有些就是貨幣腰斬啦 現在比起來 台幣好像扁得好像還好 有些亞洲貨幣那時候扁超級修 請教三位專業的分析師 第一位 何姬鼎 大直清晨舞 何姬鼎先生 靖哥好 大家好我是居弟老師 其實我覺得 亞洲金融風暴應該是不至於啊 因為其實這幾年來 美國也放了很多錢啊 放了很多錢之後 各國的外匯存底 其實都蠻高的 我個人覺得是不會那麼危險 但是呢 到底要怎麼看 我還是請 照相技術獨霸海邊的 謝承諺教授 來跟大家分享 真的他照相技術真的很厲害 獨霸海邊喔 獨霸海邊 獨霸海邊 獨霸特別海邊喔 好不好 第二位請教詹依辰 醫生分析師你好 醫生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覺得這個亞幣禁貶啦 也就是說這個 要這個亞洲國家 趕快打開國門來賺這個美金啦 所以 這個你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韓國還日本都跑在前面 我覺得台灣都有點這個 美式都動作感覺都是 慢慢拍的感覺 對啊好台灣的慢半拍 在各個方面都是 再快一點喔 希望快一點喔 好不好 好 第三位 謝承諺 古怪教授 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跟我們講說 亞洲金融風暴會來了 有危機有轉機啦 我覺得有危機也有轉機啦 當然重點就是說 你 有危機就轉機 對 在 在 適當的場合 然後謝承諺也是一樣 謝承諺古怪教授 他不是 是昨天那一集有說嗎 他最喜歡去台國嘛 對不對 泰國 他有泰國有轉機 有轉機就有照相機 轉機到海外 就有照相機 到那個 蘇美島啊 然後就有照相機 對對對 好 這個很重要 你有轉機就有照相機 老師請大家來一下 好請陳諺老師上來 老師怎麼樣 好說歹說你這個吃汗 很會吃的一條汗子 對我剛才走過來看到一個海報 上面寫說不可以色色的 不知道 然後就 不知道是在 是要給我看的嗎 還是誰 對啊暗示你 暗示我不可以色色 叫你不要色色的 是是是 不會不會不會 這個 男男人的本性就是這樣 來 你不要像陳農一樣好不好 把所有人脫下來 脫下來 所以說誰 男人的本性都一樣 我們有一樣嗎 JD你有跟他一樣色色的嗎 不會不會不會 對不對 林老師你也是嗎 是不是搖頭嗎 這沒辦法 我跟你講 這種 不是男人的男人 我們就不討論了 就只會參加猜謎遊戲啦 唱歌啦 三鐵好像要展現自己像男人 對啊結果膝蓋現在不好 對啊這個沒有用 我那天就打了真的好像還沒什麼效果 沒什麼效果 那你這樣病入高荒的啦 真的啊 病入高荒是要整個剁掉的啦 哎呀 慘啊 這還會痠嗎 有一點 通常玻璃酸打了馬上就好了 他說要打三劑啊 打三劑喔 跟疫苗一樣打三劑啊 辛苦辛苦了 辛苦了 PRP也是打三劑才有效 PRP也真的沒有效果 你不要剩下看 是不是叫貴而已 好我先 你是左腳 左腳 左腳有 是左腳痛還是右腳痛 兩隻腳一起痛 一隻腳酸就是 我跟你講 燦啦燦啦燦啦啦 你這樣子 三鐵生涯要結束了啦 那時候我就想說每天跑三鐵 我要跑馬拉松 說這樣膝蓋受得了嗎 結果受不了 好不好人的壽命 人的使用東西 使用期限是有一定的 好不好要保留一下 老實啊你說 好 那當然這一次這個 聯總會升息啊 市場產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可以看到在升息當 這個聯總會會議的訊息出來 我們看一下當天 這個股市的一個變化 我們看這個梗圖喔 大家就熬夜要看 這個鮑爾 熬夜看喔 很開心喔 晚上啊 要升息喔 對不對 當然你說 這個梗圖 看得到 其實前面我比較不理解 應該沒有人很興奮說要升三馬 是很興奮想說有沒有利多 哇太棒了 符合市場預期 然後結果下一張 對 為什麼突然大家靜默了 就不講話了 因為重點是 鮑爾後面所談的嘛 對 對不對 但是他談什麼 等一下我們看 但是你看市場很有趣 來先看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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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放大放大 三馬 還好不是四馬 對不對 就最後呢 然後 然後結果呢 因為後面他就 他講的更重要的 這個這個 重點 是 所以你看 整個股市 後來 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到底 這當中 是什麼樣的一個問題 我們繼續往下看 其實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也是影響到 接下來 我們一直 我們剛才一開頭再講 甚至影響到 亞洲金融風暴 的事情啦 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 因為他講說 我們一定要想辦法把通膨壓到2% 壓通膨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不斷的升息 只有不斷的升息 才會讓失業率提高 因為企業的資金成本提高 他就會減少他的 雇用啦 這個人手 那失業率提高以後 大家都不消費以後 才有辦法 把通膨給壓下來 所以你看喔 他下面講喔 他就說 願意容忍經濟衰退 你有沒有看到 好 那最下面他有一段話 我們看一下 來 這裡 這個是利率點證圖 願意容忍經濟衰退 經濟衰退現在都不管了啦 富裕現在不管了啦 不管 反正我一定要壓 所以不只今年年底 要再升三嘛 明年利率還在往上調 明年中端利率 預估善修到4.6 那這個 本來大家都認為說 明年可能會降息喔 這本來 本來啦 這個是本來 那現在反而還要上調的話 那代表整個升息的力道太強了 那升息力道這麼強 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美元 這一段時間 你看喔 一口氣 突破111 演說當年一口氣突破11 美元指數他包含了跟歐元跟英鎊跟日元跟加幣跟瑞士房跟瑞典客啦 6 開什麼玩笑 好歹我以前也是 對不對在外匯圈 開什麼玩笑 UA外匯圈 UA币圈 哇 這個好多圈喔 對啊 我聽了只想圈圈叉叉的圈 有沒有 對對對 這個圈圈叉叉叉有時候是一種暗示 你懂嗎 有沒有要圈圈叉叉 要擁抱 對對對 那 基本上喔 這麼強勁喔 代表所有的貨幣都弱 那會產生什麼問題喔 我們當然繼續 一口氣 對一口氣喔 我們繼續往下看 補習 補習界 一口氣學好英文 你是一口氣 那個 深破110 我炸點爆 因為 你注意看喔 為什麼 所以我們要趕快接 就是為什麼跟亞洲有關 因為剛才前面你們兩個老人在那邊聊膝蓋 大家應該受不了 所以我們趕快講重點 你膝蓋要好嗎 你想到點擊率 你膝蓋要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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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彈跳能力啊 真的很好 不是 你只是拉高而已啊 那你是 不要不要不要 重點是看一下這雙鞋子 來 有沒有看到 我地板都覺得有在震動 有在震動 我突然覺得這邊有點危險 手機都要收到簡訊 我跟你講 Rula好好笑 Rula說手機收到簡訊 這個厲害 而且你知道 我其實膝蓋不會痛 我是腳底板在痛 因為我跳太高了 你知道嗎 掉下來的時候 我的腳底板有點受不了 我是覺得你鼻子變長了 不好意思 那你看到這一波 這一波美元漲多少 18.9 這很誇張 是 很誇張 你假設說 我們講我有美元資產 我無形中 我賺了18.9 18% 對啊 那我不是美元資產的人 換我 難怪大家想換美元 你會18% 你要去想 外資為什麼不願意投資台股 我投資台股 有沒有把握這一波可以賺超過18% 這麼可能 如果 而且我放在台股 放在台股裡面喔 我放在台股什麼都不要做 我可能賠20% 一來一晚差40% 對 我們先不要講股價跌的事啦 我就說 假設我股價沒有把握賺到18% 那我不如 相對就賠了 相對就是賠 相對就是賠 重點是 放在股票市場 真的很容易賠20% 對 這個就是匯率的問題 所以你看 一來一回上48% 所以你看 加速越早換美元的人越是贏家 所以越晚化的越緊張 他越要換越換機越擠 難怪台股不好嘛 所以你看喔 對照上次的這個 亞洲金融風暴 當時 美元 18.5% 更多 你看喔 這一段的差不多啦 當然現在多一點點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他的概念 當時也是這樣 哇塞 那很像亞洲金融風暴怎麼辦 老師來看一下 亞洲金融風暴 之前的問題 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好 你看喔 美元狂漲對不對 好 是不是會導致 整個亞洲貨幣貶值 是 那 台幣 今年大概貶了10% 貶的比較兇的是 日元 跟 韓元 這兩個貶的更兇 是 那 當時亞洲金融風暴 短短一年半 美元大漲 當然就讓整個亞洲貨幣 進貶 好 那我們先來了解一下 那很像耶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確實有點像 我們還是先把它解釋清楚 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的一個狀況 老師我們放大一下 對 那我們在講 貨幣的一個強弱 我們在解釋這個 當時的狀況之前 我先 簡單教學一下 因為 我們常講說什麼 貶到新高 很多人 搞不太清楚 因為貶值是這樣 就是說 當台幣的數字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說新高 可是其實台幣是弱的 是 這代表資金怎麼樣 從台幣一直 流往哪邊去 流往美金 本來是一台幣 本來是26.7 27.6 27.6 27.6 對 現在31.6 轉到31.6 很可怕 27.6就可以換一台幣喔 現在變得要多 多4塊錢喔 才換一台幣喔 換美金 換美金 27.6 的台幣換一美金 現在要多 31.6 就多4塊了 多4塊錢 你才能換到那個美金 才能多 為什麼 那因為代表 大家對美元的需求提高了 市場不斷的在 拋出 拋出台幣 不斷的拋出台幣 然後要換美金 好 當然這個 很多影響啦 經濟啦 政治啦 貨幣政策 都有可能 現在最主要原因 你就想一個 就是美元 賭搶 美元賭搶 美元賭搶 因為美元要升 美國要升息 強勁的升息 好 而且說真的 如果你一年定存 3% 4% 那我放台幣幹嘛 而且你這樣講的對囉 官美元就轉18% 那加上我一年還有可能 2到3%的一個定存利率 超過20 超過20 我幹嘛買台股 對 就會產生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整個貶值的一個狀況 微期轉期 今年以來 台幣是貶14.3 是 那日元貶25.8 注意喔 當時亞洲金融風暴 日元是貶25.2 已經有一個跟當時一樣了 那行員當時貶了30% 34% 現在貶18.7 當然大概在一半 日元 但是貶很兇 韓國在貶下去 那泰豬當時貶40% 現在是貶12% 那算還好 對 人民幣當時升 但現在也貶了11 這一次他也貶得很兇 因為 大陸現在 而且 大家也別忘了 大陸現在很多 從亞洲金融風暴之後 中國大陸變成 很重要的出口國家 所以他 貶值 他貶得比別人少 後面他會不會加速貶值 我們也要注意喔 那加速貶值會不會影響其他亞洲區域的國家 哇塞 我覺得這個 謝謝你告訴我們這麼明顯的 這亞洲金融風暴 你看有 動不動貶到四層 還要貶到印尼頓 那當時印尼頓 我說說去印尼啊 去印尼那邊玩很好啊 這個印尼不錯喔 那個巴黎島 對巴黎島 馬上賺到錢 那個海邊 Double啊 突然想到 回鄉起 對不對 對喔 年紀輕的時候 對對對 還是可以啦 這幾年去啦 好換不提江連勇啊 這個因為現在 我上廁所還是這樣上啊 所以 基本上還是可以啦 你跟去海邊 一直跳 一直跳 等一下 我們走三種之下算什麼意思 這個不能再講太多啦 這個你們大概沒辦法體會 靠近一點是不是 對對對 預防亂 亂撒 來來來 再繼續往下 往下 講可能不能講清楚一點 是沒關係我們看上一個 可是現在日本 難怪你先說下一波危機 日本會不會有問題啦 因為日本 可是其實日本也不擔心啦 日本 日本外 那個外匯存款還是OK啦 只是說現在 貶值已經跟亞洲金融風暴比了 因為現在我們 我們當然是說到底會產生亞洲金融風暴 我們先做的第一步是現在貶值的幅度 已經有超過了 狀況 已經有超過了 我們是先做這件事 第二個 我們要一步步來 來 接下來我們趕快看一下 當時的狀況是什麼 你看 當時因為 亞洲經濟快速的一個發展 那這些國家為了吸引資金做了一件事情是什麼 就是 提高他們的利率 吸引外資的進入 你看當時很可怕 菲律賓利率20% 印尼13.6 泰國是13 韓國是 10.1 跟美國相比是不是高很多 當時的利率 那所以資金就瘋狂 湧到亞洲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有朋友 在招 就是說 要不要去菲律賓 存錢 他說那個利率20% 後來也沒拿回來 因為他們後來排滑 那個錢都不能領 你這樣很開心 那時候 對真的那時候有發生過這樣 印尼那時候也是 菲律賓草房 對 那時候也很紅 對 所以你看 當時因為利率很強 所以他的匯率就很強 所以你看當時的匯率跟現在的匯率 做一個對比現在是不是弱很多 不論是 菲律賓的Piso 或者是印尼的印尼盾 還是泰銖 其實確實是有落差 好 那真正的 當時匯率這麼強 後來為什麼會產 怎麼跟我們剛才好像前面講的不一樣 剛才前面不是貶值嗎 貶很多嗎 他現在講利率很高 就是 先高利率 然後匯率很強 到後來 因為美國開始強勁的升息 美國開始強勁的升息之後 資金來很多的亞洲 更多資金就落跑了 這個利率的悄悄版就轉變了 就是本來亞洲利息利率是高的 後來 換美國利率是高的時候 那如果是這樣你到底資金想放哪裡 放菲律賓錢拿不回來 放美國沒問題嘛 你把一窩蜂跑到菲律賓 你現在反而一下子都落跑 一窩蜂 對 而且說真的 一窩蜂來就不會有出問題 而且我跟各位講很像那個 海的那個漩渦有沒有 資金就是一窩蜂朝一個方向流 就是往美國 所以就 導致剛才我們前面所看到的 亞洲貨幣 全面性的崩盤 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始作俑者 就是這個 那個 索羅斯 為什麼後來亞洲 當時香港有拍一部電影 在演那個 索羅斯 那個 亞洲金融風暴 導致香港 香港拍很多類似的電影 對 剛才我們就講到 所以 那時候還有一個問題 主要那時候問題是 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放大 現在1994年到95年的時候 先預防性的升息 對 沒錯 預防 所以開始資金開始流動 哇老師那是科爾兩年才有問題 那會不會今年一直升息到到明年出問題 所以問題不會馬上發生 所以你要持續的去觀察資金的流動 鎖這個螺絲 到底出了問題 不是鎖螺絲是一個 很重要的男人 來看一下 所以你看嘛 我的英文叫塞螺絲 就他是鎖螺絲 所以我們其實 都屬於在金融市場上 為什麼塞螺絲 我聽不懂 老師你講冷笑話 又不願意講清楚 沒有塞螺絲 他叫鎖螺絲 不是我叫塞螺絲 意思我們是螺絲家族啊 為什麼 就是我們在 在 蛤 塞什麼意思 因為我比較塞啊 就大概這樣而已 我也是塞本的 不是 好冷喔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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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意味什麼 你一直想把我引導 到 別的地方去對不對 沒有那麼容易 有些人的笑話不好笑 然後又不願意 狙講下去 好 醫師老師來 為什麼沉船 為什麼沉船 蛤 螺絲鬆了 喔 螺絲鬆 為什麼沉船 所以螺絲鬆的 航二代 沉船的 螺絲要鬆的 好不好 其實因為索螺絲的故事比較長 我們簡單講就好了 下次有機會我們在 再好好的聊這個故事 好 因為我們今天 前面花比較多時間 聽兩個老人在聊膝蓋 佔了一點時間 真的比較不好意思 你不要去那邊跳 好 要再不要一次 不要每次講到這就繞回來要我跳 好不好 我沒有聊微鼓勵就對你不錯了 好不好 那這裡面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 剛才我們講他的 利率調高了 貨幣很強了 可是問題是 這個資金的流向開始轉變的時候 索羅斯看到一個關鍵 你的貨幣要很強 那 你資金開始流出了 你的經濟成長能不能跟上 如果你經濟成長不能跟上 資金會大量流出喔 那資金大量流出 你外匯存體不足的時候是很可怕的事情喔 為什麼外匯存體要丟 就是美金嘛 要丟 你外如果一直流出去你要戶盤的話 對 你要丟美元嘛 對不對 然後去戶本國的貨幣 你沒有嘛 你沒有足夠 你美元不夠怎麼辦 戶本國 就戶不住了 戶太豬他就戶不住了 對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我要做國際貿易 的時候 那你沒有足夠的外匯 你也沒有辦法去進行嘛 這就會產生問題了 所以當時他認為 最後 這個泰豬一定會 你 擋不住一定會貶值 所以他就放空泰豬 賺了40億美金 所以當時他的放空 對外匯市場有沒有帶來很大的影響 絕對有 那後來又 當初40億應該現在的兩倍吧 好 很可怕 而且 2400億 價值 不只泰豬 包括港幣那時候他也去放空 那但是 因為 港幣當時 香港政府 搭配 這個大陸 當時的資金 的干預了 所以沒有成功了 有乾爹幫忙 對這個 Sugar Daddy Sugar Daddy 所以就沒有成功 但是 這一波這樣做下來 其實我們 就要特別小心 如果 同樣的做法又出現的話 這個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好 好 那基本上到底 有 會 晚下一下 我們繼續 先看 老師可以先看這邊 看這邊放大 來 來 這個當時 當然 港股 的部分 因為他當時 同時空 港幣 也空港股 哇 政府戶盤的 看得出來 戶盤的戶得很大力 港股 港幣 他空沒有賺到 但是 香港股票 其實有小賺到一波 有小賺到一波 所以為什麼那時候 有了一部大世界的電影 最後那個電影的 主角 其實電影裡面那個主角長得很像索羅斯 但是不叫索羅斯 然後那個 最後 最後上吊 他們演他 上吊 演啦 愛國電影 對愛國電影 好 那當然 除了 這個之外 大家要注意 當時影響很大 像印尼頓當時 大幅度的貶值 GDP也大幅度的衰退 就像我講啊 很多人去 去那什麼島 巴厘島啊 哇馬上 因為你美元 你等於印尼幣直接貶 貶得快要一倍了啊 你等於在那邊東西打對折啊 什麼東西打對折 其實 如果 如果 過去一段時間有到這些東南亞國家去 消費會發現 我們的消費力會變得比較強 我們的 幣值 就你的感受你會覺得東西變便宜很多 那當時最嚴重的是韓國 韓國整個因為金融風暴 整個 國家導致破產 還有 所有的這個韓國人喔 拿黃金出來 捐啦 那當時這個 這個 到現在講起來還是 非常驚人的 捐啦喔 把那個金錶啊 拿去捐啦 因為 他缺了美金嘛 Eason啊 Eason 他那個金錶啊 那個手錶金錶 幸好你不是韓國人喔 對 戒指啊 金金的 對 那去捐啦 那時候因為缺美金嘛 然後捐錢 然後去買美金啊 用黃金啊 因為 韓國很多家 企業破產的 沒錯 所以亞洲金融風暴 那時候就這麼危險 好不好 我們繼續看一下 那 那 當然 當時的狀況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你剛才講到的外匯存 因為我如果我要 比如說我泰豬嘛 我不要讓他貶值 我要拋美金 我要拋美金就買泰豬啊 對 可是我美金沒有多啊 以前美金很少喔 就拋不了 才400億美元啦 就拋不了 就拋不了 各國的 所以對照一下 差很多耶 對 對照一下 當時 泰國的外匯存體 304 現在2150 當然 韓國 336 對照現在 世界300多 老師謝謝你告訴我數據 那不用緊張啊 所以其實 基本上 重點是 連韓國 連泰國都2000多 嚇到我了 我應該講 兩件事情 貶值會不會發生 會 股市大跌會不會發生 會 這個會發生 這是一件事 如果美元在持續搶的話 這件事一定會持續 如果美元在持續搶的話 這些事會發生 但是 因為目前的 各國的外匯存體 相較過去的 底子比較厚 所以你說要產生整個 亞洲金融風暴的危機 我認為不至於 差很多 我認為不至於 先看菲律賓有沒有問題 菲律賓有問題 現在就看印尼 好不好 我們先講了喔 所以之後注意喔 如果菲律賓真的 掛了 是 然後IMF要出手 那這個時候你就先放工印尼 這個連鎖反應 是 就會產生連鎖反應 印尼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這個部分就要特別注意 趕快去巴黎島再Shopping一下 好不好 特別注意一下 好不好 所以我就說分兩個階段來看 這個會成體一做就馬上清楚了 分兩個階段 這會成體差好多喔 差10倍喔 但是我說 貶值跟 跟股市的修正 免不了 免不了 順便看一下 來 之後我們來做一個 相對的結論啦 好 基本上喔 都是因為升息 而且是強勁的升息 對 那這個 經濟的狀況 當時 1997年亞洲的經濟放緩 而且衰退 現在放緩還沒有衰退 但是 我們要注意明年 會不會進入衰退 我現在感覺很多企業快受不了了 對 那如果明年真的進入衰退的話 對股市的衝擊會更大 但是你說真的出現危機的重點還是在外匯存底 過去比較低現在比較高 所以問題不大 那貶值的部分是沒有像過去貶那麼多 那我覺得日本雖然跟 過去一樣但是他有一點刻意的 有一點刻意 所以當時的亞洲金融風暴 有沒有可能再發生 我個人並不會覺得 我不覺得會發生 但是我認為 你一些體質比較弱的區域的股市 要特別小心 對要特別小心 印尼要注意一下 所以大部分國家 蝙蝠那時候超過30% 現在沒有 20% 還好 而且外匯存底超過1000億 剛才逸辰 逸辰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他講到 開放觀光這件事 我覺得可能就是 這次跟上市不同的地方 這個 這個我應該一開始就要先講 但剛好 之前沒有開放觀光 現在開放觀光可能到時候 會收比較會比較多 那個日幣的買盤 泰銖買盤 因為太久沒有觀光了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解藥 所以 這個部分 大家也可以特別觀察 謝謝老師 告訴我們這些獨家的一個論點 這些觀察 好不好 謝謝所以結論還成這樣 記得要出國 就不會有亞洲金融風暴 出現的 是不是這樣子 你想去哪邊出國 這個 基本上我是希望能夠 環島 環島 就是蘇美島 巴黎島 所有的島 全部環一遍 每個全區海島 我覺得海島 其實都差不多 像我就固定蠻喜歡去 這個 這個你就不懂 每個島 每個島的比基尼的特色 都不太一樣 哪個特色 各有不同 各有巧妙不同 各有巧妙不同 有沒有哪一個喜歡的 其實都不錯 都不錯 好好好 講起來好像回味一樣 晚市只能回味 不可以色色 不可以色色 他怎麼知道我要講這個 都 梗圖都已經準備好了 謝謝 所以不可以色色 美元獨霸 日元太租 韓元新台幣撐層 亞洲金融風暴強制 我們好獨家的表格 其實這一次的美元 美元 外匯存體差好多了 好不好 那也有 一部分原因是因為 亞洲股市的旅遊市場 還沒有開放 你如果開放你就會換日元了 會換更多 好不好 像機體老師就想要消費更多日元 好不好 就換更多日元 日元會 會更有支撐的力道 韓元更有支撐力道 所以 亞洲金融風暴強制嗎 感覺也不會 就算會 也是可能是 一、兩年後的事情 至少現在 目前為止不用緊張 所以謝謝我們大家 來賓的一些獨家的解析 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還有按讚留言 至少要按讚一下 好不好 好 每週一到週五晚間 八點上線 一、三、五、解盤 二、四、教學 最愛人之口號 謝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Free、Free、Free Woo 蛇蛇救救我 救救我 你可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A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 激緊激緊 你舅舅你舅舅 你舅舅你舅舅 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啦 所以我 要千斤頂啦 千斤頂 你想要頂千斤 你再會 八點好不好 先有改掉這塊夢幣 你怎麼都不會到了啦 怎麼辦 不是那個年負責 你怎麼會這樣怎麼辦 掉了 都不是欸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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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 是你從半年 就是我過了 我真的有過 噢 哇 傻 呃 還誰最少人 你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暖和結束 變姿勢的感覺 特地先告訴你 最最高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FreeFree 教學影片 最後還是不好 謝謝觀禮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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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作曲・編曲・編曲 李宗盛